中國華為公司宣布 正式起訴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有違憲內容 而評論認為 華為公司起訴美國政府的行為 恰恰是法治社會與專制社會的鮮明對比 分析說 作為中共的間諜工具 華為的起訴可能會以敗訴收場 因為美國國會不允許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中國華為公司3月7號 在深圳總部召開國際記者會 宣布已經在美國德州地區法院 控告美國政府有關行為 涉嫌違反美國憲法 華為的起訴書聲稱 美國2019年國防授權法中第889條 在沒有經過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的情況下 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 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 違背了美國憲法中 剝奪公權法案條款和正當法律程序條款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華為公司起訴美國政府 是企業通過所謂合法方式 來維護自身的所謂正當權益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中共政府顯然是華為的後盾 華為激烈的反擊 控告美國政府 這個行為賴建平認為恰恰證明了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 而中國卻是專制社會 不講道理 不講法律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麼多外國企業或者是包括美國那麼多公司 進不了中國的互聯網和IT行業 或者是像加拿大的幾個公民 其實他們要說是不是觸犯了中國的法律 現在很顯然是說不清楚的事情 因為中國不是法治社會 它是一個專制社會 所以呢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也表示 中共自打耳光 中共自己一向對所謂的干涉類政這個問題 它是非常的敏感 它動不動的就把外國政府 對中共的一些批評 一些指責的言論 它都視為是干涉類政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中共它卻反過來去支持華為 這個不就等於是中共它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嗎 美國佛州參議員盧比奧發推文說 等不及讓全世界看 華為如何採用偷竊和間諜手段 幫助中共政府作弊 盧比奧還說 諷刺的是 中國公司在美國可以使用法律程序 美國公司卻不能在中國使用 因為中共政府至今它都仍然以這個國家安全 信息安全等等的這個理由 來拒絕這些企業進入中國的市場 這個是中共當年加入世貿組織 加入WTO的時候 所答應的條款之一 所做出的承諾之一 它這個客觀上反映出來的就是 中共這個政黨它其實從來一直都是使用一種流氓思維 它不會去遵守任何的規則 唐靖遠分析指出 華為起訴美國政府的目的 有可能是想逼迫美方公布取得華為涉嫌犯罪的證據 在從中尋找漏洞 未可能面臨的刑事指控來解套 其次是華為想利用高調起訴的方式打一場輿論戰 1月28號 美國四大部門聯合宣布引渡華為高管孟晚舟 並對華為和孟晚舟提出23項罪名的指控 唐靖遠認為 美國調查華為已經很長時間了 華為應該很難達成目的 用這種聯合發布的方式來起訴華為 路透社報導 法律專家弗蘭克林·特納表示 華為發起的這起訴訟 這場官司將非常艱難 因為美國國會擁有保護我們 免受國家安全威脅的廣泛權利